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西汉的初年 北方的匈奴 警场 南下 骚扰 掠夺 南方的物资 攻陷南方的城市 所以说呢 我们的刘邦 我们的高祖皇帝 刚刚上台 心高气腰 也就不顾反对 率兵 北伐 结果呢 就被困在了白登山 进退不得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原先 驻守北方的韩王信 到了这个晋阳之后啊 与这个匈奴理应外合 想这个引匈奴的兵马南下 与这个刘邦争夺天下 那卧榻之旁 岂容得他人酣睡 刘邦自然是勃然大怒 派兵之前 就派使者到匈奴里边去打探虚实 跟当年这个项羽派使臣到汉营打探一样 这一去也中了人家匈奴的寂寞 我们这个过去中原农耕民族 以步兵为主 所以对这个机动性极强 而且十分汉勇的骑兵来说 一直是心存忌惮 所以匈奴呢 也知道汉使的来意 就故意把这些精壮的人口和这个肥大的牛马 都藏匿起来 只让使者看到一些老弱残兵 人口啊 也都是留寿儿童 和这个七八十的 不是白了头的 就是没有牙的 这个刘邦呢 前前后后 派了好几拨人来 也都没有摸到真正的底细 所有的回报啊 都是众口一词 都说 北方是天寒地冻 又冷又苦 这个凶奴他们自己啊 也是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 疲惫不堪 老的老 小的小 不堪一击 所以建议 大胆进军 长驱直武 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刘邦呢 还是不太放心 又派这个刘靖 再度出使匈奴 刘靖回来之后的报告 就跟其他人 有所不同 见解也高明的多 他就说 两国对垒 应该啊 不断的夸耀自己啊 你看 我这儿有什么洲际导弹 我这儿有什么防空火力 不但防空 还带自卫反击的功能 啊 有这个 你有这个红外线 我有RPG 啊 你能激光制导 我能这个摇杆追踪 你白天精确打击 我晚上都能利用热成像 搞掉你 应该尽情的展现自己的长处 这才符合长情 打不过你 打不死你 还吓不死你吗 但是这一次啊 我到北方去出使 竟看到一些又瘦又弱的牲畜 和这些不是在那里抽烟 就是在那里喝酒 啊 嬉戏打闹的士兵 这有点不大对头啊 想必是敌人 故意显露他们的短处 啊 然后引诱我们冒进 说不定啊 暗中他们会埋伏下精兵 伺机而动 所以于臣认为 于臣的结论就是 看来他们北方骑马的民族 也读书 也有明白人啊 肯定也知道 孙子兵法 所以 一定有阴谋 陛下 这个可千万不能以万金之躯 涉险呢 他们可是一帮虎狼之地啊 也是虎狼之师 要是有丁点的差池 那好像后悔药还没研发出来 这个刘邦听到这儿 就有点不太高兴 因为之前派出去的那几拨使者 回来都是把话说的比天高 都是唱高调的主 已经在前一世里 给刘邦立下了一个就是假想 一个异想 好像这个 只要到那儿 吹一口气 就能把匈奴全部吹跑 而且现在举国上下的兵马 都给刘邦调遣了 以前撤走的那些异姓诸王 也被收拾的差不多了 没收拾的呢 也都服服帖帖 所以 他就说 先派二十万人 打个前债 至于说刘静呢 危言耸听 动摇军心 你这个猪狗不如的 齐国的贱货 转口就开始骂 不就是仗着这个嘴皮子的功夫吗 老子一时高兴 让你拖得了见急 可你不要以为 俺老刘就不读书 所谓这个赵梦 能跪直 赵梦能见直 你小子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竟敢胡言乱语 扰乱军心 你就老实的在这儿等着吧 看老子怎么收拾 说完 就让人 把这个刘静 囚禁起来 囚禁在广武 然后呢 临走的时候就说 等了 等着我收拾完了 那帮放羊的 再回来收拾你 有点儿 有点儿像这个后来的关渡之战中的袁绍 接着呢 他就给刘静 带上了刑具 暂时囚禁起来 待这个战争得胜之后 再回来发禄 所以呢 从这个时候开始 汉军就举全国之力 开始 白发 这个时候呢 北方的游牧民族 当家人是谁呢 就是那个杀父 自立为王的 莫毒 蝉鱼 这老兄可不是吃醋的 蔡东帆先生曾经说他吗 这个莫毒 之谋 脚已在 射马 射欺 射父 不是个善差 那么 他和这个莫毒蝉鱼 两雄相争 后果如何呢 我们今天 就先讲到这里 感谢 各位的朋友 我们下次再来 感谢